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吉隆军港西签的关键工作 即将完成最后一里路 在中山二路的吉隆港务警察 总队的办公大楼 在各界的祝福下 进行了开工动土典礼 第一场开工顺利 第二场动土平安 画面上是吉隆港务警察总队 办公厅设大楼新建工程的 祈福开工典礼 现场邀请了许多中央 跟地方的贵宾 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包括在地议员跟里长 都到场祝福 希望这个新建工程 可以让基隆变得更好 那今天这个动土仪式 就是我觉得很圆满 很温馨 军港西签 我们在今年就可以 全部都完成了 那军港西签以后 在东岸这一边 从东一一直到东六七 中间刚好还有港警总队的大楼在这里 所以它会显得相当的突兀 那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过去就开始争取经费 去找地方来重建 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新建大楼的一个开工典礼 高兴能够代表林优昌林部长 来参加基隆港警总队 办公厅社的新建工程 这个工程是林部长在离开基隆之前 最念之在之的一件事情 就希望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 一个很优质 很舒适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那事实上这个案子在过去 他担任市长的任内 我们透过市长的平台 跟中央积极来争取 原来这个工程的总经费是2.4亿 后来因为这个迎接物照的这个上涨 所以大力在跟行政院争取 总共达到这个4.4亿 大幅增加2亿元 所以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 那也相信未来完工之后呢 可以对整个港区的治安 以及这个海上的这个巡防 相关的这个工作 可以有大大的注意 那也期待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 需要谢谢黎文柔总队长 他在2月6号就不厌其白的美工团讯息到说 什么时候可以发建造 工门到了哪里 总算在2月27号 一切都顺利过关 这个当中 每一个工程 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有的理由是为了什么 因为基隆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城市 让所有维系航港 维系基隆港这块地方的港务同仁 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 是我们所有身为父母官必要的责任 我非常感恩 我像在基隆市政府 我可以看到我们协助完成这样的功德 再一次真的谢谢所有前朝 跟所有参与的人们 你们让基隆市变得更好 那在这里代表谢国良市长 祝这一次活动圆满成功 基隆在这个很顺利 让所有的在这里的港务同仁 居住的更安心更开心 敬祝活动一切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所以说港务局跟我们基隆市民 应该是习习相关 我们要如何共存 就是共享 然后如何让基隆市成为基隆 就是台湾头 然后让人家知道我们基隆市 一个很漂亮 然后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都市 赞 基隆市大虎 赞 而市民也相当关心 原本的钢筋所迁移拆除之后 用地会如何来规划 拆除以后 我们连同军港签以后 所剩下的空间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它刚好是在1到4号码头 2到东4号码头 邮轮作业 跟后方东6号码头 这个地方是货物作业 所以刚好是在货物跟客运的 一个转接的一个地点 那这个地方 我们目前规划是 希望来发展物流 同时可以去做邮轮的补给作业 物流作业跟邮轮的补给作业 那我想物流作业在目前来讲 过去港口我们大部分是 以进出口仓储为主 那但是就整个贸易 跟整个经济的一种转型来讲 未来物流作业 会是在港口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规划在这个地方 未来是采用物流作业 跟同时去支援 前面2到4号码头的 一个邮轮的一个补给 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据了解 基隆港警总队将先建后拆 预计114年7月新大楼完工 115年年底前完成搬迁与就职拆除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为了扫墓的人潮 安全进出南龙路这一个路口 市府已经完成了绿色斑马线的规划 市府民政处也规划了相关的交通与服务措施 希望让扫墓动线更加顺畅 画面上是南龙公墓的路口 新画社的绿色斑马线 为了让扫墓人潮安全进出南龙路这个路口 市府赶在清明廉价前完成了绿色斑马线 而为了维持扫墓的交通顺畅 民政处表示 已经在南龙公墓规划了交通管制 和相关的服务措施 那这个地方我们 在新任的满地张所长的规划之下 我们希望在今年度的满藏管理所 租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设施 一些有个改善的方案 能够提供前来我们扫墓的市民朋友 能够有享受到这一些改善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在交通方面 我们比照以往 我们希望大家多乘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然后来我们满藏管理所正门口 就会有接驳车接往各个墓区 我分了两个路线来接驳 那步行的民众也有步行的相关的动线 我们希望在动线上能够提供 比较明确然后整齐干净的一些路线 清明节这个殡葬管理所的交通管制的话 等于是这个礼拜的六日 从30 31号开始 然后以及清明的廉价四天 都会有交通管制 那交通管制期间的时间是早上7点钟到下午3点钟 公车接驳的电话 我们大概会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在男人公墓的入口处 就是以往大家会惯例搭乘的那个地方 那个会去搭乘 然后那接下来就会分成两条线 一条是往这是大家习惯的这个火化场 以及这个火化场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站错 邻谷塔站错区的地方 那边有一会有条线 然后回来也会有这个公车接驳的地方可以等候 那另外一条就是往大家比较习惯的一个木区 这个树葬区的部分 这个地方也都有两条公车可以接驳 那此外的 就是也为了服务民众 在这个接驳区等待的地方呢 那我们也会有同仁在这边来做服务 那譬如说 这个提供一些茶水啦 那或者是一些业务上面咨询 那虽然那几天 清明年假期间 我们的业务是暂停 是没有停听也是停掳的 但是我们都会有同仁在里面留守 如果任何业务上面咨询 包括如果想询问一下 譬如说我们的祖先 放在纳谷塔战错区里面 就纳谷塔战错区里面 他的名字 他还在不在 他是放哪个地方的话都可以查 甚至我们也考量到 民众在扫墓的时候 一些除草 杂草 也能够帮我们带下山 我要在山上焚烧 很多的危险跟污染会产生 我们会设置一些 集中堆放杂草 以及纸钱 现在纸钱 我们在减箱减炉的这样的推动之下 之前我们也会送到 我们的集中式的金炉 来做分商 我们会设置相关的一些设施 请民众也可以来配合 市府民政处说 希望透过各种交通与辩民措施 让扫墓民众都可以便利的 前往南融公墓 扫墓追思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借用市新丰街 251项的马路 属于私人土地 因为常年失修 路面坑坑洞洞 议长同资会议员 许瑞慈 找来相关单位会刊 希望找出解决方案 坐着轮椅 体验轮椅足的不便 尤其走在这条 坑坑洞洞的马路上 特别的颠簸 加上年久失修 地面上破损严重 我常常看到很多老人家跌倒 有时候来这边领东西 走出来都跌倒了 那问题是说你要铺 可是有时候地主 他说他这个是他的 他不愿意 车辆经过这条道路 也是上下摇晃 看看马路 东坡一块 西坡一块 光是薄油颜色 就分了好几层 似乎从未好好整顿过 驱使这条新丰街 251项道路 早期没有纳入都市计划 但周边竟然淋漓 使得私人道路 工部门无法介入 很差啊 你看这张坑坑洞洞的 你送多久停了 我送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改善 没有 路比较不平 骑车危险啊 之前有请公务处来帮我们铺 但是铺的期间 就是铺的时候被一个李明说 这是私人土地 叫他不能铺 有的他是觉得这他的地啊 他就不想要铺啊 有的是因为怕安全啊 因为你没有铺 骑摩托车或走路会跌倒 里长说 地面上好多的坑洞 过去有住户 自己拿了材料铺路 但技术不好 反而成为了危险障碍物 可能是自己用的啦 他用完了我才看到啦 我说这样子不好啦 为了改善道路品质 议长通知委 市议员许瑞池 前往现场会刊 与市任府相关单位讨论 找出解决的方法 新丰街这边呢 它是一个非常 生活机能非常健全的一个社区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们这边住的非常多的民众跟居民 你可以看到有药局 有诊所 有理法厅 旁边我们里长的活动中心 还有社会处理辅助资源中心 都在这里 就知道这边有多少人在进出使用 那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前的都市计划 没有这么完善 所以政府的开发 我们有盖房子 却没有规划好道路 所以我想这还是属于政府的责任 如果现在家住在我们的市民朋友身上 我想对住在这边的民众不公平 所以我想希望我们政府单位 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毕竟它就公共通行使用 已经多年 那我想非常感谢瑞茨议员 还有梓豪里长 那么用心持续的帮里民来争取 那我想我们就要请这个瑞茨议员 跟里长来共同举办一个公听会 邀请我们相关所有单位 包含民众 大家共同来讨论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那我们希望尽数可以把这个问题 来 赶快来解决这么多年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新丰街的二五一乡的二弄 那这里呢 有新副里的里民活动中心 以及基隆市的辅具资源中心 还有新丰市场 那这里的市民跟长者的出入 非常的频繁 但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这道路非常的崎岖不平 不要说一般的民众行走了 甚至是辅具的使用者 无障碍者 在使用上都非常的困难 这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建设 来打造一个人形友善 无障碍的一个空间才是 像这样的一个新丰街二五一项呢 它的违规停车是非常的严重的 因为它没有规划就是交通标线 那红线的绘制 以至于这样随便乱停车 其实警察也无法取缔 那这样子车道的 车辆的一个乱停呢 其实也严重影响民众的出入 跟车辆的通行 那其实这边的居民 应该要取得共识 因为这边是一个人流跟车流 都非常频繁的一个地方 会看结果 将请地方里长召开公厅会 凝聚大家的共识 讨论出方案 再由市政府根据共识 进行改善 记者黄绍明基本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中和国小大门口的花圃 因为涉及到入口处 交通安全及环境等因素 因此特地向议长同思为反应 议长也争取了15万元的经费 协助校方进行改善 在中山区中和国小校长 赖立文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特地会看中和国小大门口的花圃 因为校方反应涉及到 进出学校入口处的 交通安全和环境美观 那这个转角呢 是一个死角 等于是说 而且在草丛的部分呢 因为它草比较容易滋生 所以常常会有民众呢 在这边丢一些垃圾 或是一些不该丢的东西 那我们想要利用这次呢 跟议长这边争取一些经费 然后把我们这个转角的死角地带呢 做一些一个明显的标示 那顺便做一个美化 那也做一个我们金融市 中和国小的一个形象logo 在这个地方 那让民众在进来的时候 安全之外呢 也对于学校有一个更好的印象 那学校这边的门口 比较明亮 然后也比较好看美观 然后吸引学生 更多的学生还有家长 来我们中和国小就读 一项关心教育的议长 童子委会看后 也承诺争取15万元的经费 协助校方进行改善 建构更优质的校园学习环境 学校也特别争取我们这个校园 门口这个花圃的改善 我想我们也应该大力来支持 在经费上应该全力来协助 让好的校长好的学校 都有发挥的这个空间跟机会 那因为中和国小这边大家知道这边喜事在对面 那应该在这个前面的这些通学步道呢 或是车道 还有我们未来一个学生规划 一个家长接送区 应该都来做一些逐步的调整 我想让这个学生的安全 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也来督促一下 志永市政府教育处 来看看怎么样来加速 我们各项建设的进行 让小朋友一个安全的通行环境 然后上学的空间 应该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平均的分配 我们应该来努力一下 对于议长同志委的帮忙 校长赖立文也代表中和国小师生们 表达由衷的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副议长杨秀玉 在傅佑节前夕 特地制赠携友感恩孝顺 饮水思源的尺 给七度区八所国小及附设幼儿园的学生们 希望孩子学到内方外源的处事原则 每个礼拜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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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度国小校长林志燕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自己孩子们的母校七度国小 发送可以量长度 画圆圈圈 实用且教育性质高的指尺 给幼儿园及国小的小朋友们 当作儿童节的礼物 拿到的小朋友都很开心 拿到了军头 四月份的妇幼节快到了 不同于送饼干糖果 作为儿童节的小礼物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制赠携友感恩孝顺 饮水思源的指尺 给七度区八所国小 以及附设幼儿园的学生们 每人一把可以画圆圈圈的指尺 其免小朋友们从小学会感恩孝顺 饮水思源 更希望学到内方外圆做人处事的原则 下个礼拜四就是儿童节 那秀玉特别到我一双儿女的母校 七度国小 代表送每一位小朋友 包括幼儿园一把尺 希望说孩子要知道 懂得感恩孝顺 包括要饮水思源 包括小朋友周遭的这些 好朋友也好 或是这些师长 所有帮助你的所有的助援 都一定要知道说饮水思源 那我也送上这个词 我有用上我们本档的一个mark 这个内方外圆 希望说小朋友在做任何一件事 都是要内心要有原则 就像这一把词一样 对外要圆容包容 包括这个和谐 这是非常的重要 七度国小校长也代表 校方和一千多位学生 由衷感谢副议长杨秀玉 对于教育的关心和用心 我们谢谢我们的杨副议长 尤其在这个儿童节的前夕 这么关心教育 这么关心小朋友 来执政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词 尤其刚刚我们副议长一直谈到 就是说其实道德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社会如何变迁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传承的 尤其在内心上面 内化的部分 这是也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尤其在孝顺这一块 感恩孝顺这一块 这个一定要让小朋友能够升职在他的内心中 这样才能够孝顺父母 感恩社会 以后才能够报效国家 杨秀玉表示 傅佑节前将会陆续把感恩孝顺 以水思源的指尺 送给七土区八所国小的小学生 和附属幼儿园的学生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六个资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祠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部长潘文忠 你知道毒品是怎样让人成瘾的吗 13年3月29日到5月19日 教育部将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 解饮 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毒教育特展 欢迎大家携手共同来参加 本次特展是以科技的方式 透过模拟实境 展示毒品的危害 让我们一起扮演反毒的特务 KO毒品 健康OK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繁星入学放榜 林品佑林品诚 这对双胞胎 从小培养学习的兴趣 找到读书的成就感 今年繁星双双进台大 这对双胞胎 从小培养学习的兴趣 找到读书的成就感 在今年繁星双双进台大 我们两个是一软的双胞胎 所以长得比较不像 我是弟弟今年上了台大法日系 然后他是哥哥 今年上了台大土木系 我们两个从幼儿园开始 到国校国中 还有高中分组前 都是在同一班 那我觉得其实有利有弊 就当然课业上会有一些竞争 然后如果有其中一方 是课业上比较优秀的 那就会对另外一个人 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同时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在课业上的进度是 或者是复习的进度 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 自己比较拿手的科目 给予对方课业上的辅导 他可能比较喜欢积木 或者是模型 那我比较喜欢看书 所以最后也反映在 我们科系上的选择 一样是金融市社会组榜首的 还有陈思琦 最拿手的科目是数学 烦心选择台大经济系 经济学在未来的生活中 是非常实用的一门学系 它在就业方面的广度 以及对就业生活的帮助度 是对我来说非常 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学系 数学就是多做一些讲义的题目 也要随时去复习以及预习 历届大考的难题 以及自由期 另外一样反映上台大的 高玉伦选择动科系 强项是英文 分享高分技巧 从小到大在车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听ICRT为主 我自己也喜欢 也还蛮喜欢英文歌曲 我自己又在看 一些赛事运动 像是NBA或是F1 那种都还蛮吃英文 在日常生活中也帮助到 我说可以更精进我的英文能力 二姓高中 今年在大学的繁星 拿到了好成绩 台大就有四位同学 很幸运的登榜录取了 那么顶尖的大学 包含台经教程政大等等 也有17位登榜 鼓励所有的学生 依照自己的兴趣选田校系 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更要提早全面准备各项申请资料 那我认为对学生来讲 在繁星的策略上面 还是应该要选择自己的志趣 因为繁星有两轮录取 事实上这几年第二轮的机会也都不错 所以未来孩子们在繁星管道选择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多做这方面的考虑 当然大部分的同学现在可能都还在努力 包含接下来的申请入学 甚至于是分科测验的分发 那我的建议是申请入学必须要及早做准备 不需要等到第一轮结果出来 现在就应该要为第二轮开始做暖身 包含像自己的学习历程的NOPQ 包含像面试的模拟面试的准备 因为这个都需要时间 那越及时 当然未来的准备越充分 胜算也会越大 祝福所有的学生都能进入最喜欢的科系深造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台湾港物分公司3月26号拆除冬暖新村宿舍 工人在屋内发现有三袋装着人体骨骸的米袋 吓得干净报警 旧宿舍堆满了杂物和木头碎屑 外观斑驳 钢筋都已经外露 地点在暖暖冬暖新村的宿舍 日前裁处人员在作业时 在一楼的楼梯间 竟然发现米袋里装有头颅和一堆白骨 由于米袋年代久远破损不堪 工人把米袋拿起时 底部还破掉 导致骨骸掉出来 警方获报前往监视勘察 又在木门的后面找到两个米袋 那里的住宅其实年代很久 几乎都是我们早期来台湾的农民 那我的想法有可能是否是 他们的亲人甚至有可能他同侪的 以前从大陆来的 比如说他们都互相称为兄弟 只是很好很好朋友 有可能 那当他们往生早期都土葬 有否因为他们可能起绝 捡股完之后 可能没有钱可以安葬 就带回去 本分局定内派出所 那3月26日获报 那报称工人在拆除废弃的宿舍时 那将其中一栋一楼楼梯旁 隔间木板拆除的时候 那发现里面有三个十分老旧的米袋 那打开米袋 赫兰发现内有头颅及一堆骨骸 那立即的停工并报警处理 那案经通知监事人员到场勘查财政 那并报警基隆地检署检察官相验 那勘验骨骸的外观未见可疑痕迹 那经拼凑出三组人骨 为无法判别性别 那查该批骨骸已堆放多年 那不排除是殡葬业者气质或其他原因 那本分局已针对现场的激政 及清查气质处附近原有住户 那全面的调查离心中 由于旧宿舍正进行拆除 建筑早就破损 环境杂乱 究竟米袋内装的骨骸怎么来的 还有带检井抽丝剥茧 早日查个水落石出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计划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医务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 不要固定清醒 电视音效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 换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在为彼此 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播 都能在台西区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子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跟